两个月前 在新加坡只拿到一分的中国队 回到了主场 要想在历史上第13次 冲击世界杯的预选赛中 再进一步 主场必须战胜新加坡 在这个时刻 新任主教练伊万科维奇 在他上任后的第二场比赛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35岁的门将王大雷 时隔2292天 再次代表中国队 首发出场 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紧张 但是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 责任就是可能我们 不能说太大14亿人吧 我们就把身边的这些 足球人的梦想先给完成了 对吧 这几万人的梦想吧 现场最起码就会有好几万人 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就是球迷也好 或者是这些足球人也好 先把他们的梦想完成 我们先进18强 就是这个我觉得 还是一个责任问题 但是多少肯定还是紧张的 因为背负了这么多的责任 你还会紧张 我觉得你应该是最不紧张的 场上不太紧张 就有时候想多了 可能会紧张一些 那上一场呢 想得多吗 紧张 就是比赛前紧张 但上场了好像就忘了 就正常 比较正常 紧张来自于什么 很长时间没有 对对对 很长时间没有站在国家队 这个门前了 确实不一样 因为俱乐部跟国家队 还是不一样 我当时回天津以后 回天津以后 主要练就找我了 怎么跟你说的 就说你准备准备吧 你能不能准备好 怎么怎么 反正就大概就这些意思吧 我也大概谁知道 我可能就要踢了 所以当时我跟电座一个房间 电座说 哎哟你是不是要踢了 我俩回去聊天的时候 我说可能主要练找我 可能要让我踢比赛 啊 你这有 那我开一个房间 就是那个别影响你睡觉 我给你留个单肩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他说我去别人房间睡也可以 我说没事没事 我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住了很长时间了嘛 就是生活什么都习惯了 所以说我说没事没事 我说你陪着我陪着我 没有影响 大家都这么关注你和严峻领 发生了这种变化的时候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沟通吗 也没有 说实话也没有 没有不可能去聊这个问题 对 因为这个说出来 我觉得可能还多少有点尴尬吧 就是两个人 比如说我跟小颜 有时候去说这个问题 都很尴尬 反正就是大家统一目标 然后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所以这支球队好 就是为了中国队好 谁踢都一样 那15年那个时候 你说我是代表自己嘛 我不是代表 我肯定也是代表中国国家队 也是代表球队 那你说曾成当时也心里也 对吧 肯定他也会有落差 那他一直是主力 来了以后我就踢上亚洲杯了 那这个我觉得 现在换成是我也是一样 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都相互帮助 就包括这个电座也一样 在球队里 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帮我们一起开心 大家一起开心 没事开开玩笑 就是说可能氛围会比较尴尬的时候 他在或者是包括别人在 可能就不一样了嘛 在过去的十年间 中国队主力门将的位置 在曾成 王大雷 严峻林 三人之间轮流更替着 每一届的亚洲杯 似乎都是这种变化的节点 看看王大雷能不能有神勇的表现 其实这段时间中国队呢 这个节奏刚刚失去 在场上的这个优势刚刚失去 马上就遇到了一个 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哈大奇 助跑 打球 跳 跳 王大雷 王大雷把点球扑了出来 那场比赛最终中国队1比0 战胜了沙特队 随后获得了小组赛三连胜 十年前的中国足球 正处于一切向好的时期 布里斯班球场上随处可见 中国球迷的身影 大批中国记者赶往远在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主办方来自中外的记者对于这个点球的直播 报道 后续宣传活动都在一届州计赛时期间达到了极致 小球童支招中国门将的标题 也一直在各个网站霸占着热搜 那肯定是这个高光点了 这亚洲杯这个铺点球那种呢 很少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就是这种在比赛进行当中的这种点球 那肯定是算高光啊 太高光了 就是当时也是纯属于是凭运气和感觉了 就是大概骑他能往哪哪个方向踢 因为他的那种站位的方向就基本上不会踢我的右边 站位的方向 什么身体的 对 他站位的方向因为是他是靠左 有点靠左顿了一步 靠左往我的左边踢的 他这种方向再变的话可能容易很容易就变出去了 他不会再去变到我的右边了 就他的左边嘛 所以说当时就那一瞬间吧 就感觉当时想要往那边扑 然后就坏了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是没法去比赛的 都是在替补器上 当然门将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特殊的 那你怎么看待这么多年来你的这种坚持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吧 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在国家队 不管是踢与不踢 都是一种荣誉 因为你的胸前穿着永远是戴国旗的衣服 对吧 你被人叫永远都是 他是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当然有时候说出来 这可能也是比较讽刺 大家就觉得你成绩不好 你就裹脚啊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中 你的名称前面带中国两个字 是一个很荣 就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 不管踢与不踢我 都是坚持在国家队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 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你一定要留在那 你一定要努力留在那 不管你去干什么 现在少一点了铺球 以前一天铺球可能就得个 一百多吧 一百多次 一百多 现在相对来说 因为要去调整 因为要调整比赛的这种状态 不可能练得太累 相对来说就少一点 不然就四五十 加上射门五六十六七十这样 这个一定是枯燥的 就干这活 你就就是个枯燥的工作 它不像前锋中场 然后后卫相对来说 也是枯燥一些 就你只要是做防守 它一定是枯燥的 因为你永远都是被动的 你被动去做一些事 你肯定是枯燥的 对吧 那球天天往你身上射 你一定是枯燥的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东西就这样 那这个过程就像我们说 肯定还是有点枯燥的 就是你是怎么能 一直这么能坚持的 你这套 就套我 为了让我说骑自行车 我说骑自行车 一会的吧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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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以前没骑车之前 可能有点别的运动 打打篮球啊 或者是队里也有台球 打打台球什么的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現在年紀大了 也不願意老出去 就自己老可能在隊裡待的時間長 就騎一單車 騎自動車 特別解壓 你看 因為濟南基本上都山比較多 有時候我們就會往山裡走 就是享受一下大自然 吳磊也騎 吳錫 他們在上海林鵬 沒事 我看在上海他們也騎車 有時候買車 有時候無錫我還問他們 我買汽車啊 得那的 他們有時候回來講講 海酸一般都有25左右吧 就也別太快了 太壞了 有時候爬坡爬多了 乳酸也堆得多 海酸就是找平路 王大雷在個人社交媒體上 曬出騎自行車休息時 買過的烤玉米灘 成為了球迷們也想去打卡的地方 很多騎友也不時會在這條路上 和他偶遇 隨後來到俱樂部基地門口 和大雷一起合個影 已經為山東隊效力了11個賽季的王大雷 不僅在山東擁有大批粉絲 過往國家隊比賽去往的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城市 他也都展現出了很高的人氣 王大雷在個人微博上粉絲為638.2萬 抖音則為79.3萬 也是目前國家隊現役球員 個人社交賬號 擁有粉絲數量最多的一個球員 你有沒有發現 對於你球迷還是喜愛的更多 你有發現嗎 挺包容我的 說實話 就是可能小時候做了太多錯事了 長大了可能懂事了 這些家長們都 看到進步了 我就還是那種挺包容的 其實真的是挺包容的 有時候比賽真的是有的 比賽是我的問題 他們可能有時候也會說沒關係 就是可能換別人也是一樣 但我知道這一定是我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更多的球迷 還是比以前更懂球了 就是他們可能能找出問題 就有時候就像那天 有人評論嘛 我說你罵我就好好罵唄 對吧 我說你這罵的我 我都不知道怎麼罵回去了 然後就他們看的問題 還是比較透徹的現在 就不像以前老的一批球迷 他可能剛接觸足球 他不是說特別懂 就大概這個問題 這個球應該是誰的問題 現在很多球迷他是懂 這個球不是守門員的問題 可能是後衛的問題 更多一些 而這個球是前鋒問題 他因為他從前面 他們就開始沒有逼搶人家後衛 然後導致了這一系列 就是他們能說出個一二三 我覺得這個是進步 這個是進步 如今受到球迷偏愛的王大蕾 其實在年少成名後 就不斷處於中國球員 輿論的焦點 二十年前 十五歲的王大蕾 和隊友們獲得了亞少賽的冠軍 並且被評為那屆賽事的最有價值球員 隨後的日子 他視訊國際米蘭 十七歲零一百三十六天 入選國家隊 隨後參加亞青賽 入選國奧隊 看似一切順利的他 在廣州亞運會上 因為微博的不恰當言論 受到了廣泛指責 互聯網 這個一定是有好 又有不好的理念 好與不好的理念 什麼事兒都一樣 像我們這樣 老江湖 有時候該評理的東西 你就可以評理 像年輕球員 有時候被網爆了 可能還是心理上會波動很大 像正常 像我們球員 真是四五萬人看你 三四萬人看你 罵你 那這真的是 罵就是網絡嘲諷 或者是網絡暴力 不是只有中國 全世界都一樣 對 其實罵得最狠的一年 一年就是一年我覺得 這個是我承受壓力最大的一年 因為一零年 當時有那個微博們罵 演藝會發微博這個事情 反正到哪兒人也都罵你 就真的是撕心裂肺地罵你 就跟你感覺是有仇一樣 就真的是敵對的那種感覺 去哪兒都一樣 去哪兒都一樣 沒有任何的 就是有時候在主場 可能也會去 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 還是印象很深刻的是吧 那個可能是我的一個 算怎麼說呢 算是一個轉折點吧 就在我心裡控制的這一塊 可能算是一個轉折點 就畢竟嘛 那個時候也算年輕的 那個一年我也剛結婚 對 那個時候算也是比較年輕的 也是會這個衝動啊 我覺得那個好像就算一個轉折點吧 就是從 從那兒以後 就可能對球迷的這種包容啊 對客隊球迷的這種包容 就跟以前可能不一樣了 就以前一定是 你罵我我也 我想像辦法 我一定要挑釁你 對 回去那種 現在就可能包容性更大一些了 就我說說兩句吧 罵兩句吧 可能有時候你回去跟他笑一笑 就覺得挺有意思 這個就是一個必須 在這個比賽中必須有的 一些東西可能就是 就以前可能最早那時候 公體還是老公體的時候 然後一去就天天就罵 罵了 然後那時候也得懟 回懟 做各種動作挑釁他們 現在就覺得就罵了就罵了 有時候因為看電影進了 大家也都 我也能看著他們 他們也能看著我 對吧 一回頭看看就是笑一笑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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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也挺 挺激動的 有儀式感 挺有儀式感 然後球迷也幫我做了衣服 然後他們也做了個T 感覺好像我是第一個 這個中超四百場 對吧 以前像老一批的這個龍哥 他們都是 頂級聯賽 對 頂級聯賽加上 包括汪松啊他們也是 我也沒想到我能T這麼多 我真的 真的沒想到 一直能守到現在 一直在改掉我自己這個毛躁啊 暴躁啊這些問題 就一直很想積極地去 去讓球迷去 不要去老覺得 他是神經刀 他神經刀 神經刀 這兩年還好 穩定了很多嘛 這也是隨著經歷和年齡的成長 這個性格略微有點變化 對 對 對 肯定是會這樣 就年紀越大嘛 我覺得可能更穩定了 你大概知道什麼球 你不應該出擊 大概你知道什麼球 你必須要出擊 就哪怕你受傷的 以受傷的這個風險為代價 也是要出的 這個還是分得很清楚的 以前是分不清楚的 以前年輕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我是 因為那個時候身體好 爆發力 速度 各方面都好 身體機能也好 你那個時候就想跳 就想跟人撞 就跟你就想對抗 先不管合理不合理 對 現在可能考慮的問題 更多一些 就是我應不應該出 就那一瞬間 你可能就能反應過來 以前你腦子裡 都沒有這些想法 在天津時隔2292天 再次為國家隊 首發出戰的王大雷 將在6月6號和隊友們 迎來世界盃逸選賽 晉級18強賽的最關鍵比賽 和以往不同的是 這一次從小一起長大 在各級國字號 共同征戰的隊友 無錫 張林鵬 並沒有進入到大名單當中 王大雷已經成為了 中國國家隊當中 年齡最長的球員 這一批球員 就不管是對於球迷來說也好 也是還是說對這些年的聯賽 和國字號來說 你都覺得都貢獻了些什麼呢 貢獻了太多了 貢獻了青春 這是最重要的我覺得 貢獻了你們的青春 貢獻了青春吧 貢獻了 貢獻 其實我們更多的是 不是貢獻吧 我覺得 可能更多的我們是回報吧 其實足球給予我們太多 我們這批人 足球其實給了我們太多東西 其實我們說白了是要回饋足球的 因為談到貢獻 我們其實說實話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貢獻 國家隊的成績 其實也能說明問題 也是我們這代人 也確實沒能幫助中國足球 有什麼大的起色 這個也是我們最遺憾的地方 當然貢獻了世間青春 這個是一定的 但就像我說的 還是足球給了我們太多 所以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你以後要幹什麼 一定是做教練 為什麼要做教練 那一定是回報足球 就回饋中國足球 因為足球給了我們太多東西 其實 就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不踢了 我也可能是一個康復師 我也可能做一個理療師 去到隊裡給大家服務按摩 或者我去做一個後勤保障人員 因為只有球員更了解在球隊裡 球員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幫助 他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 就是我不一定踢完了 我以後非得當教練 可能我要去做一些 能幫助到球員的事情 在俱樂部每天生活的節奏 都是根據賽程來安排 除了訓練比賽和休息的時候 騎自行車以外 王大雷日常還有幾個固定動作 比如他會看所有球迷的來信 當有球迷寄來照片 他會在上面簽名 隨後到郵局寄回去 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 就連俱樂部工作人員 都不知道基地附近的郵局 在什麼位置 王大雷還在用這種傳統的方式 回饋著喜愛他的人 再比如在每天訓練結束之後 幾個球員會做一個射門遊戲 而這也是王大雷抖韻視頻裡的 重要素材 再比如去年基地裡 有隻小野貓生了小貓 看到過小貓的王大雷 買了很多貓糧放在車上 外出比賽的時候 他就讓梯隊的隊員幫著位 自己在的時候 則每天在訓練後 還有為基地流浪貓這樣一個環節 35歲的王大雷珍惜並享受著 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也時刻準備好了 再次站在國家隊的大門前